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过就是些踏桥撞车 咱们做媒体做了十几年 我现在觉得眼睛已经不是热眼看新闻了 已经是冷眼看新闻了 而且我能看出周期性 有一种很有周期性的现象叫做大姨妈 最近你觉不觉得 它就是踏桥大姨妈和车祸大姨妈 这大姨妈上回来过 它有一阵你记得吗 去年不是有一阵老是撞车 有一阵比如说又是谁 什么富二代开车撞人大姨妈 然后这个现象会过几个月又会出现 你注意到新闻规律吗 他瞧你记得吗 前两年咱们热吵过一阵 然后你说他的也齐 这一说他 好像全国到处都同时他 其实后来我发现 不是 这是媒体的安排 为什么呢 就是依照这个是热门话题 网上你看 这网友们最近列出来 说近半年以来有27起踏桥 有人甚至还说远远不够 这下你才知道奥运对中国的意义了吧 你看你阴阴厕厕说什么呢 奥运期间都不踏桥啊 你看见没有 徐老师有道理 群体事件也减少 除了流行以外 你知道吗 这就是巴西这个政府啊 大力发展足球啊 他们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巴西有很严重的经济问题 或者什么民生问题 他但是呢 只要提起足球来 人民群众 哪个假的就是高兴 意大利人也是 所以这个国有体制多重要 你先想 我们应该把奥运的国有化 就跟国际奥运会 以后不用世界各国劳民伤财 没错 长年就把奥运留在 早就有人提出来了 北京08年的时候 你说这个事 武汉办完了 长春办 你说对吧 据这次英国上流社会跟我讲 你这个建议啊 他们还不一定反对 这次他们有点这意思 说以后要不然 这个事 交给中国 我们也越办越不爱办 就中国那么爱办 以后就国办 得了是吧 当然这个是开玩笑啊 我们还不是 不能这么这么 这么要非常严肃的对待这个惨祸 死了三十多个人呢 这个延安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追尾 烧死的 我的天啊 那个你知道 火烧死 追尾全是甲醇啊 火火烧 就好像就跑出三四个 好像就是 你这全窝在里边 我们可以看看最近的这个照片啊 因为最近新闻太多了 我们就一组 你瞧 这就是延安车祸 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个 作家钱刚愤愤不平的 在微博里说 说不应该说是延安车祸 说这是 呼和浩特的 是内蒙的那个 油车是河南的 对 说这就是著名的这个 在现场笑了的这个 安监局长 他呀真是 也让我想起那个 菲律宾那个总统 阿基诺二世 当时 就长成一个笑脸 你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 但是你就 你官员 你在现场啊 你真得绷得住 你知道吗 你可不能笑 你这一下给逮着 你看看闻到下边 这 这这这这 这局长 这局长给人人肉出来 带着各种场合 带着各种名表 你再看下边 这个我不认识名牌了 这什么表 然后有网友就说 如果这些表都是真的的话 那也是个贪官 是吧 反正就说特别贵 就是说他买不起 然后你再看下边 哎 你瞧 这样 这样的谈思想 谈体会 带着这样的表 哎 你瞧 你瞧 这这玩意就说 你不能笑啊 所以我最近体会到 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笑 给他们骂个没完 我发现这个 中国不提倡笑 你知道吗 来 你再看下边 中国不相信笑 对对对 这个就是策划 在这个踏桥 这个垮塌 然后策划 你再看下边 你看 现在都出了学术词了 大火车 响气就下来了 文道比我们早回来几天 这个事可能都灌满耳 我都我都听了很多天了 但是问题是 我也看到一个规律 就这几年 呃 除了你刚才说的 那个规律之外 还有一个词呢 是每周都出现的词 就是百年 比如说遇到什么天灾 就叫百年一遇 遇到这种事呢 他们就会找出来 这个桥当初说是百年不塌 对 北京大雨就百年不遇 有个北京的大学生 发个本信说 他这辈子幸福啊 他说他才活了二十几岁 就已经见证到百年不遇的暴雨啊 千年难遇的地震啊 还有几十年一遇的灾祸啊 他说都遇到了 才活了二十几年 对 所以你看这个桥也是啊 原来说百年不塌的嘛 不是我回来之后 我就正好看到 我们也挺幸运的是吧 对 就是啊 挺幸运 但是你看为什么 我们到现在说这些惨话 还在笑呢 我觉得已经这种笑 其实我自己觉得 是有点无可奈何 嗯 就是说因为已经 你能怎么样呢 就 这个事我们做这个 我们这个节目做了十来年了 十来年 我们谈过类似的事件 无数回了 对 他瞧人祸天灾车祸什么 那你每次一说 而且你说来说去 你发现好像问题是重复的 对 他他他他 他连他出现的原因都是类似的 没错 那你你还能怎么样 我跟你说 就某些观众老说 我没有同情心 但是他不能够了解我 我第一次讲这个矿难的时候 讲完了这个哭啊 你这不哭哭哭一整夜啊 你知道我就因为要调动感情嘛 那是哭啊 可是你晓得吧 要是第二次呢 第三次呢 第十次呢 我至少讲过第三十多次了 那么我 你让我哭吗 我就是笑 对吗 你就是 对 我们就能够了解那位安监局长 他的笑 没错 这笑的妙子 他是专门负责这些 对 他就专干这个事 真不算的事 在安监局长的眼里 这算个什么事 这是每天吃饭一样 不不不 但是从正面来讲 现在这些灾祸啊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当中 起的作用非常大 我甚至可以概括成一句 我们现在的纠错机制啊 是一种叫灾难纠错机制 你知道纠错机制 这是汪辉文章里提出来 说我们 大家都说我们的这个党 很多年犯了很多错误 但是都是自己纠正的 因此很多人在探索 就是在海外来看 因为他们没有上台下台的情况嘛 都是自己纠正 那么自己纠正 他是通过一个什么机制 就是说他有一套制度来纠正 他提的那个观点 很多人不同意 但是目前啊 我发现 你看我们最近 大概过去的十几年 中国的一些重大的政治改变 是跟一些灾祸有关的 就是付出了极重的代价 比方说孙子刚事情最简单的 导致了一个法规的改变 一条人命 去年那个校车的事情 导致了那批孩子这么这么惨啊 但是最后导致了中国人 一下子意识到中国的校车 跟全世界的校车 有这么大的差别 而且才知道 人家国家的校车 是这样的做法 你看这个引出 这次的事情啊 引出一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双层卧铺 那个客车 这个以前很多人都看到 但是现在才突然发现 原来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样的车 是吗 对 就是长途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握铺嘛 躺着睡 就是长途客车的握铺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 投入 它在统计数字是这样 它在中国的长途客车的比重 是1% 总数 但是它的车祸率是10% 死亡率 它在过去的两年里 它已经死了一两百个人了 几个恶性的 大的恶性的车祸 都是双层卧铺巴死出来的 所以现在已经在 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 已经在检讨 原来呢 有关部门呢 不是这次 在这之前的几次 已经达出了一个共识 是觉得这样的车有危险 因为你知道 它睡在上面 它比同样的座铺 放的人多 而且就这次证明了 烧着了 那就是个炉子 对对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武警供酒 围柴动毙凤凤凰大事业 1949年 世卫主义新中国建立后 发生在广西境内 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是北京政权确立初期的 重大事件 这也是解放后 国共两党之间的一次交锋 作战时间长达三年 累计投入总兵力超过百万 揭秘这场 惊心动魄的大决战 北海硝烟 往西剿匪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可是你说这种纠错机制 我会同意一半 有一半我不同意 同意的地方就是说 像你说的 就每次出灾难了 就会有检讨 可是也有一些情况呢 就你发现这个灾难 它重复出现 它重复出现 大姨妈妈 对啊 就表示说 这个检讨检讨没彻底 或者检讨了 但是什么也没做 你比如说 这几年常见的一种 记不记得你们去年 你们上海的那个大楼 像那种铺的那种外层 到处都有 对 到处都有 对 它一做 其实还不止烧它那一做 沈阳也是 对沈阳也是 烧了那么多回 它还烧 它还在用那个 然后而且还有个现象 很奇怪 就我记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有时候出一些地方事故 那时候媒体 没现在这么发达 但是万一出了什么事 有些地方官员 他真下台 但现在呢 这几年出现 有个怪现象 就有些地方 比如说地震的地方 什么 一个一个官 下马了 结果隔一年多 在第二个地方 又当回现场 又回去了 就这个问哲 好像问哲问哲 那个人就先躲一阵子 好像先去就像香港古惑仔 说去着草 着仇 你避避风头 回头再来 这种事很多 但是呢 我跟你说 也有的情况 你们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你知道吗 就说这个饭桌上聊天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不在乎真相 在乎谁能把谁聊 给谁能盖住他 台湾人讲 盖 我觉得 关于这个 这个北方最长的这个桥 跨江大桥 哈尔滨这个桥 他 我听到一种真相 把我给盖 看到一种真相 对 就是说 我跟你讲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老觉得 这个官方 这个解释 说是超载啊 什么的 这个理由 你不幸福 你不过硬 这个事啊 老百姓就别往下问了 你知道吗 不能再往下聊了 你们再这么聊下去啊 你们就 把国家顶级军事机密啊 就给聊出来了 这事不能让一般老百姓知道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啊 这个哈尔滨那边的大桥 他这个传统上是有秘密使命的 什么使命啊 他要假想啊 北方某军事强国 这你能想得到吗 反侵略战争的需要 他都是有二层性的 这个民用建筑 就是说 做好了让敌人啊 深入国土的时候 你怎么防御呢 当年斯大林就吃着灰啊 不是 你平常民用的时候 不能开啊 他这个桥梁 有一种中国人 要不说这都是专利啊 这一说都聊出来了 说中国的智能 这个承重技术 什么叫智能承重技术 就是说 北方某军事强国 他们的作战 我们都了解 典型的方式 就是重型装甲集团 重型装甲集团呢 是一个坦克牌 一个坦克牌 四辆坦克车 相距十几二十米 依次推进 对吧 而我国发明的这种 智能承重技术 恰好呢 相当于他一辆坦克的 那个技术 当他开上桥的时候 桥把他赴回 应用垮塌 挫滑技术 垮塌一下 把敌人避于 这个核沟之下 这几辆获得就是碰巧了 碰巧 压掉了 把我们这个 正好是跟那个军队的 那个技术 从河了 没错 你说这玩意 这下也很重 人算 人三重啊 三载 这下还不好 不小心的 曝露给了 给这个 某北方军事强 我看到 没错 原来咱还有最近 所以为什么这个网络 我跟你说 这个网络社会 它有时候 它对国家利益不好 你知道吗 老百姓 你确实要管管 该管管 老百姓什么事都这样 你们知道吗 那知道了 将来都不把将来 他们开清醒坦克 枪过去了 不是这个 这个是网友创作 网友创作 瞎说 咱说点正经的 说点正经的 从去 111年的 12月31号开始 有关部门就说 这种双层巴士 双层的握铺巴士 不再投产了 就是说不再生产了 因为它危险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现有这个巴士 还可以开五年 那怎么办 现在一种说法 就是说五年内 它会自动的淘汰 可是既然这个车 你不是像火坑一样的 一旦出事 全逃不出来的 将来谁做 这五年里面怎么办 你看现在这个 官员问责制 他碰到了最大的 抵抗力量 是商家 虽然是1% 全国100万辆 假定100万辆客车 它也有一万辆 这个很大的一个经济集团 它可以打很多的堡垒 照说 如果说我们的舆论足够强大 如果问责决心足够强大的话 你这样的车 既然实证说是有这样大的危险性 你就应该 现在就不能开了 你怎么还能让它五年 自然消亡 我们还有多少人民赔上去 你看 这个事情就在博弈 可是这个事 好像还有另一个关键 据说当时他开车的时间 是一个不对的时间 就本来是凌晨两点到早上 好像五点 是近开的 是近开的 但是他出事是两点半 那就表示 他是在不该开车时间 他还开车 那个时候超载的车 他偷偷的都是从那个时候 都是那时候开 所以现在有一个情况 就很多时候 你不只说他这种双程的卧车 还包括很多超载的那种货车 其实你在北京就能看到 你有没有注意到北京 五环 尤其五环路六环路这样的 就是凌晨过后 那些超载车就都出来了 对不对 那种超载的大货车就都出动 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中国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总是看到非常多的超载货车 半夜就出来了 还有你刚才讲到 那个灾货的这个 扎堆的新闻的出现 一方面是你刚才解释的原因 就是说传媒的人发现 这个是一个热点了 那我们也去挖掘这个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你知道问责制 我现在干部啊 你只要一做了官 你总是往上去的 除了到年龄退休 只有一种情况下 你会下来 就是出灾祸 就是出大事件 所以一旦一个地方 出了大事件 包括这个省 包括很多人的官员 都在为他受牵连 这个时候 最希望看到的情况 就是别的地方也出事情 新闻迅速转移 有这么阴吗 这不是阴啊 这个很简单 你想想 我要每一现现场 看我这出了事 我到旁边县里放把火箭 是吧 不是他故意放 但是传媒的这个传播 因为你传媒分地方的吧 对 因为是我们这省出了事 然后我们赶快叫我们这省 省会的都市报 别的地方去挖一下 看看 要是系统总结一下 看看我国的这些事件 对 有没有足够的经济教训 想到北方军事强国的这种秘密 对对对 透露一点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风日禅 传厂千年酿造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郎 这个你说超载 他们说前几年 压塌过一个钢便桥 这个钢便桥 核载的载重量是15吨 我都不可思议 说中国的一个货车 所以要不说 最近世界上有一个评比 就说是要举行一个什么比赛 中国人拿第一 就是往行李箱塞东西 能塞的最多的东西 说中国人最会塞 你说这个货车 它多少吨 最后压垮的 它80吨 它一个货车 我就觉得它轮胎不给压爆了 怎么开啊 它运四个水泥柱子 你知道吗 就说这个压塌桥的这个货车 竟然载重80吨 我问过一些人啊 问过这个轮胎问题 刚才我还真的问过 有一些开车的师傅跟我说 那个轮胎也是改造的吗 钢轮 坦克轮胎 重型轮胎 但是他们是改造过的 也是装了一些 就是应该用在别的 更重型的装备上面的 一些的轮胎 不过这个实况到底如何 我不太清楚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这一回哈尔滨 垮掉这个桥这个事 政府的说法是超债 但是民调里面呢 媒体做民调 老百姓呢 普遍是相信是偷工减料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 就是为什么 老百姓是第一个反应 他的直觉 就是你说谎 这一定是偷工减料 他不相信是超债 其实理论上讲 超债也好 偷工减料也好 都跟政府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货车 有管理监督的 对你有管理监督 你怎么能够让他上得了 这个桥呢 对不对 那是一个政府的错 但是为什么 中国老百姓遇到这种事 他宁愿相信 你一定是偷工减料 这个政府的公关机制 以后就要做个调整 以后承认的时候 先减最重的那个先承认 先说我这个是偷工减料 然后老百姓就不相信了 然后老百姓就说是超债 就说是司机 还说军事秘密 不是我给你讲 文道提的这个问题 我可以解答 有一个网友叫真相挖掘机 真相挖掘机 网友的他编的段子 但他编这个段子能解答你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大家宁愿老相信你是偷工减料 不相信你是一个别的技术性原因 你看他这段子说什么 大桥由国家投资18个亿公开招标 中标的不会建桥 也没有能力建桥 以15个亿转包 承包的也不会建桥 以12个亿转包 转承包的也不会建桥 以10个亿转包 承包的最后落一个人手里了 他确实有能力建桥 可是10个亿不够 于是拿一个亿来贿赂工程监理 拿一个亿来收买验收部门 7个亿来建桥 赚一个亿 桥不垮 诞生一个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当然这个绝不是指阿尔滨的桥 我就是说这是民间的语文 我觉得这就说明什么 其实跟我想的那个答案一样 就中国民间老百姓 对于任何事情 它是怎么个运作法 都有一些民间知识 民间的常识 就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 他们不相信是偶然事故 对 他们认为背后有必然原因 对 而这个必然原因呢 又是你这个 这个官商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造成的 对不对 你中间的这些猫腻造成的 而且呢 因为我们民间会有很多传说 都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 来类比上去 比方说有很多人会说 哎呀 你知道他家那个谁啊 你看他那个店啊 盖成这样 为什么能让他开呢 就因为他认识谁 那个工程怎么给了他了 那你说这种事 他这么搞 盖个桥不也是这样吗 对不对 我们会这样子类比 但是我现在在想啊 中国的传媒啊 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还是在讲 因为你这种问责 是从上往下 是因为传媒 把事情搞得这么大 指示中国的传媒啊 缺乏耐心 就是不是应该有个专门的杂志 专门登去年的事故 我觉得那比方说动车的事情 他到底信号灯 查得怎么样了 搞不清楚了 那个小月月那个事情 后来怎么处理的 那个司机有判了什么东西了 那个路人是怎么样的 甘肃的校车又是怎么处理 我相信假如有传媒很肯 仔仔细细继续做这些 把它当做一个社会学的题目来做的话 我觉得老百姓还会有兴趣 但是好像传媒 但我担心他的销路 你知道吗 就会没人看 不是 有些真正的原因 这是有界限的 你知道吗 你也就不能说了 那么你 而且中国老百姓啊 说实在的 要不是挺寒心 有时候有种看热闹的心 没错 那你忽悠起来了 大家的同情愤怒 因为这个围魔时代啊 什么事情都是来得快去得快 热闹很热闹 吵得很厉害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